台灣軍方漢光38號年度十兵演習將於7月底如期展開 而今年十兵演習的重點是要模擬中國大陸解放軍的武裝直升機 和戰鬥轟炸機特襲具有重要政治和戰略地位的台北港 而台灣軍方就展開聯合反擊擊擊潰解放軍的進攻 台灣國軍的年度漢光演習通常分為土上兵棋推演 和實兵實彈演習兩個部份 今年度的38號漢光演習的兵棋推演部份 已經在5月16日至20日實施完畢 而實兵實彈演習部份將於7月25日至29日展開 台灣的中央社引述台灣國防部作戰和計劃參謀次長室 聯合作戰處處長林文王少將說 國軍這次演習仍堅持精進不對稱作戰、認知作戰、資電作戰 埋後備戰力以及全民總力運用等可待戰力 他說各個作戰區將會運用攤岸、重心以及城鎮特性 強花拍地、攤岸暴雷和阻絕障礙設置 並統合深軍兵、火力、埋運用地面各式曲、直射、武器、火炮等 進行聯絡國土防衛作戰演練 進行聯絡國土防衛作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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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進行聯絡國土防衛作戰